今天,妹妹NBA TV在推特上发布了一组迈克尔乔丹、勒布朗·詹姆斯、克里斯·巴罗·荷特、雷希·麦克格雷迪的口蓝照,并问网友最喜欢NBA历史上哪些口蓝。 NBA TV杀出关于麦迪的口蓝发生在2004-205赛季,被格寇的背景地是良尼29汉匠,有大竹竿之称的肖恩·布拉德利。 由于麦迪那季口蓝非常经典,跟文斯·卡特当年在悉尼奥运会上的格寇,有一曲同空之妙,也被运来死亡之寇。 麦迪死亡之寇后有哪些故事? 独行侠队当年叫小牛队老板马克·库班劝布拉德利退役,而姚明也被麦迪当时的扣篮表演彻底征服。 关注火箭队的老球迷应该知道,特雷希·麦克格雷迪,是在2004年夏天加马火箭队的,他与姚明组成超强的内外线组合。 在2004-05赛季,麦迪在面对马自队时,完成了镇谷朔金的35秒13分神迹。 火箭队在那个赛季的季后赛中与独行侠队侠路相逢。 在那个系列赛的第二场比赛中,首截比赛进行到5分多钟,麦迪轻松晃开了德克诺维茨基的防守。 比姚明还高三厘米的肖恩布拉德利坚士不要试图上前补方,只不过麦迪刚过三秒去就高高跃起,直接隔着布拉德利完成霸气的单手批扣。 在完成这一季基金四组的格扣后,特雷席麦克格雷迪尽轻怒吼庆祝,而火箭队替补习也彻底沸腾。 麦迪生涯经,点镜头的诞生,也意味着这是肖恩布拉德利职业生涯最惨淡的一幕。 在今年2月,布拉德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麦迪格扣,自己是他职业生涯被对手格扣起印象最深刻的镜头。 那个球吸引了大量的注意力,特雷席麦克格雷迪从底线突破,然后隔扣了我。 布拉德利表示,很多人都隔扣过我,我想受这样的挑战,年轻球员不要躲开,被隔扣没事,你下一次会干掉他们的,保持这样的态度就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赛季结束后的夏天,独行侠队老板马克库巴主动找到肖恩布拉德利,却说他退役。 布拉德利也竟然接受,开启了另外一条崭新的道路。 虽然我们不能将特雷西麦克格雷迪的隔口和布拉德利的退役直接划算等号,但麦迪这一球确实或多或少催生了布拉德利想要退役的想法。 麦迪之后在社交网站上向布拉德利盗窃,对不起,祥恩布拉德利,作为特雷西麦克格雷迪的队友。 姚明当时在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发生,也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姚明在评价麦迪那球时,言简意该地表示,幸好我是她的队友。